前检查总长黄世明遭立委柯建明求偿456万余元 北院一审判黄赔偿62万 双方都上诉 高等法院审理中 记者王洪顺摄影 分享 前检查总长黄世明查办立委柯建明一官说全民电通案 柯建明认为黄违反通讯保障及监察法 将侦查资料违法交给总统马英九 造成他秘密通讯自由 影子权 资讯自决权受损 提告求偿456万余元 北院一审判黄虚赔62万 双方皆上诉 高等法院下午进行准备程序 黄主张 个人影子媒宪政秩序 公共利益来的重要 请求博回科的申请 北院认为黄身为公务员 故意违背因执行职务制不法侵害科的名誉权 影子权 因负损害赔偿责任 高检署前检察官林秀涛也卷入这起风波 他不满轻语与职业操守评价受伤害 也向黄市民集前特征组组 长阳容宗检察官证身员等人所长 高院7月5日时判黄市民赔10万元定验 但黄8月10日申请再审 高院经开庭时 法官先询问这是一个行为 可以拆成两个请求权吗 认为科建民一通保法 民法都是请求人格权的非财产损害 是否能分成两项 黄市民认为原判决违法 因通保法第20条是民法184186195条的特别规定 两法为法律进合 因先是用通保法而排除民法 他交给 总统的是通保法的一秘密资料与侦查秘密 不能说同一个原因产生两个法律关系 黄认为法条的进合非请求权聚合 通保法是参照形式补偿法定例 居住人身自由的冤狱一天赔3-5千元 通讯自由的赔偿因美如人身自由高 法官询问双方的财产状况 黄回答目前一个月的退休金总合约16万元 但明年将受年改影响 会大幅减少 柯英伟由律师出庭 律师表示在城报 黄则帮忙回答 参科年收入约900万 黄世民说 柯建民主张隐私权受损 但个人隐私没宪政危机 公共利益来的重要 他向上级报告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要件 经准备成 续中节 高院定1月10日上午在开庭 黄世民因这起事件 刑事部分被依陷密 违反通保法 各自罚等罪判刑 1年3月确定 得一颗罚金 2015年4月 他缴交45万7千元结案 我们下期见